我碰了你一下 这一百块钱 算是给你的小费 你这儿怎么这样 这盘菜都是我自己做的 你走路那么快干吗 你都不看路吗 你没事跑着吗 跑啊 跑啊 那我像是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 那个我们老大 是因为躲避这些粉丝 所以绕道过来 不行撞到了你 他 只要 只要他肯道个歉的话 经济赔偿就算了 柳妍我陷你一分钟之内 搞定这件事情 人越来越多了 不够咱们可以再补 可以 我碰了你一下 这一百块钱 算是给你的小费 你怎么好帅啊 不说话是吧 行 在你学会陪李道歉之前 你最好别说话 下次走路小心点 再有下一次 你就连这一百块钱 你都不值 消消气了 下午还有比赛 而且我觉得这个小姐姐 也没有什么恶意 她在认同你的价值 你就发自立嘴 跟我错 小蝶啊 只要你能帮我要到 大神的签名证 给你当娘做马 我都愿意 行了 韩瑞兵 你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花痴 我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还找到了 陆神 您好 我是巅峰之战游戏的服装设计师 能抱歉打扰您几分钟吗 就是 我的朋友特别喜欢你 我的签名证 怎么是你啊 这是我和她的第二次相遇 这段缘分并不浪漫 甚至可以说是冤家路宅 又值多少钱呢 是啊 是啊 我们之前 有一些些微的不愉快 但是吧 和你要签名的那个人 是你的铁杆粉丝 不是我啊 你别误会啊 所以 希望你公司分明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你不矜持 没礼貌 你的朋友也好不到哪儿去 你可以讨厌我 但你凭什么说我朋友啊 你身上也没有巅峰科技的公牌啊 原来是个冒牌货 真是多才多艺 我 我有公牌 我伤我牌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也没有义无听 跟你呼吸同一片空气 我感到非常不适应 请你现在出去 立刻 马上 顺便帮我把门关上 谢谢 我以为我和她的念愿仅止于此 把现实告诉我 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爱你 就像你吗 说什么 好 到你身上 好 好 你 我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